我今年23岁,我阿嬤已经认识了两年 阿嬤是一个很爱说笑的人 我正在跟阿嬤聊天,想聊起她最近的生活齐居的状况 我们常常都会聊啊,聊一些笑话之类的 然后她每次看到我呢,好像如果她家里发生什么事 她都会跟我分享 你好,我是杨子怡 我和阿嬤就是在槟城实际洗衣中心认识的 我觉得生友跟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处于一种合作拍档的关系 就是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共同去把她的健康跟生活素质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当初会想要做护士其实就是因为 有看 因为我一直来都是慈祭的那个志工嘛 然后就有看了很多,好像那种去振栽啊 那种画面啊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护士是这样子的 哦,我可以去振栽 然后我就会说,哎,不错,那我就做护士吧 至于我的父母是否认同我去当护士 其实,呃,起初他们,他们有遇到 他们有遇到,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一普遍上大家并不能接受男生去当护士 所以他们起先,他们有遇到 然后,直到过后不久,他们有朋友 他们本身有朋友去跟他们解释说 其实当护士的前途不错啊 然后,呃,未来会有不错的发展啊 这样子,他们,然后他们也就比较安心 我们护士走好,他们有爱心 我记得,呵呵呵 就是当初在选择的时候 就是考量到经济上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父母本身的时候 他们的收入并不高 然后也有考量到 想要拿那个政府的贷款 政府的贷款 但是过后就听说原来 故事这一行其实有 这种不同的责任 所以就直接就选定了这个 因为如果说要还这个贷款来讲 长期下来 它的确会造成 我跟我父母本身的一个负担 对我来说 故事这一行应该是除了一份工作 它也是我们24小时的一份使命感 我来说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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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